現在我們看行波天線 Traveling wa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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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enna 就是說 如果我們有一個天線 一個細直的天線 它是中央驅動的 偶級天線 它沒有中端電阻 以前討論的細直天線 假設是中央驅動的偶級天線 沒有中端電阻 它激發的電流在兩端反射 就成為著迫的形態 上次我們說天線是這樣子的 電流在這個地方來回的震盪 於是電流就構成這個樣子 以前講的 現在我們說 如果天線的長度 是數個坡長 比坡長還要大 而且具有終端阻抗 有這個 Terminal 有這個 Impedance 如這個說是 這個情況呢 就好像怎麼樣呢 我們的傳輸線段的 中端阻抗 等於其特性阻抗一樣 就是我們令這個 中端阻抗 等於特性阻抗 那麼這個時候 它就匹配了 匹配的話呢 那麼它這個時候的電流 過去就不會再回來 過去啊 往這邊傳就不會再反射回來 所以它就是這個樣子 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不會變成這個 上面這個樣子 我們假設 行波天線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東西 好 那現在 我們暫且不要管 你這個天線在這裡 地面對它有什麼影響 我們先不管 我們就管這個天線 就單獨由這個天線 所產生的圓長 來看 它的圓長 我們可以用這個 偶極子的圓長 積分而得 因為它很長啦 數個波長 偶極子的話 它只是DL長而已 好 那麼當R遠大於L的時候 那麼R'是等於這個 R'可以慢慢呼吸 R'-Zcosθ 所以Eθ 就等於 等於這個值了 等於這個值 那麼我們要積分 這個 本來是IDL 對不對 我們現在有Iz 這I Iz DL 積分 積分 好 那麼積分 結果 我們不去倒它 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然後F'C 它等於這個 你看現在又多一個東西 每一個天線 我們都要看它的什麼 基本因子 基本因子 這個基本因子就是這個 因為它只有一根天線嘛 沒有什麼正列因子 只有這個基本因子 你看這第三 第三種 對不對 要記住啊 以前的做個比較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細枝天線的 輻射模式 現在又多了一個這個樣子 那麼 我們知道這兩種天線 現在我們講的這個形波天線 跟這個細枝天線 兩個的 它的 基本因子 或者它的這個 Pattern和Pattern Function 不一樣 Pattern Function不一樣的話呢 那麼它所產生的這個 這個Pattern就不一樣 這個Pattern 我們 剛剛我告訴各位 那四個圖形 我們要記起來 就是BetaH 等於半波長的時候 等於一個波長的時候 二分之三波長的時候 兩個波長的時候 它是怎麼樣 它是對這個 現在這個東西 現在這個東西 現在我們這個形波天線是這個 這個函數 它不對稱 它是這個樣子 它現在是 是像 這是Theta 這是Theta Theta Theta二分之拍在這裡 二分之拍 二分之拍這個地方 並不對稱 它是這種情況 一般的情況是 主波半 向電流行進之方向傾斜 前面我們都看到 它呢 要不然就是 我們回頭再看看這個 原來是這個樣子 原來是這個樣子 它們都在Theta 跟Theta 等於90度的地方對稱 現在呢 不是 現在就變成 目前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的 那麼天線的長度 就是說主波半 有向電流行進的方向傾斜 電流行進的方向 向這個方向傾斜 天線的長度越長 它越傾斜 旁波半僅比主波半小數個分貝 所以旁波半並不會很小 這比它小一點點 數個分貝 這就是行波天線 好 現在我們看地面對它的影響 地面 比如說這是行波天線 地面呢 好像是一個理想 我們把它當作理想導體 於是它就會有一個影像的 影像在這裡 這個電流往這邊走 它的影像電流就是朝這邊走 因為這個正電荷影像電流是負電荷 負電荷 電流朝這邊走 然後影像電荷也是這樣跑啊 所以電流就朝這邊走 這高度是一樣 都是H 是這樣子的 好 那麼 這個就好像 兩個行波天線 這個就好像是兩個行波天線 相隔2H的距離 電流大小相等 但是方向相反 根據模式相成原理 此結構的總模式函數為 這個函數 因為它現在有兩個函數 兩個天線 所以它會有什麼 正列因子出來 所以它是等於模式函數 乘上正列因子 我們將這個 D等於2H 那麼C是等於π 因為它的電流 正好是相位相反 所以相位相反 就等於一個相差是π度 帶到這個式子裡面來 於是這個 正規一化正列因子 就等於這個 這個是2分之π 因為它2分之π 那麼這就變成sine 用行經波所激發的細直天線 僅僅是一個含有 這就是它的一個正列因子 這裡就是說 以前我們講的這個細直天線 它是很多電流 原來還是 比如說天線是這樣子 電流還是朝這個方向跑 不過到了這個地方以後 它又回頭傳 所以就構成駐波 其實呢這個天線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 還有許多許多的 行波天線 它一段一段的 就當作一個行波天線 那麼這個是行波天線 我們就記住它的 它的這個 模式函數是這個 還有它的 它的規一化正列因子 是這個 因為天線我們都注重這個東西了 好 現在 我們前面講的 不外乎是 一根天線 多根天線就是正列 天線正列 但是有時候 我們這些正列天線也好 單獨一根天線也好 它產生的電場都是線性平整 線性平整 比如說它產生的這個 電磁波 像Hertian Dipo E Theta 就是這個位置 這樣震盪 這樣震盪的話 你這個遠處的天線 要接收到它的話 那你要讓這個天線呢 也是這個樣子的 排的方向一樣的 那麼它接收到的訊號才會最強 固定的可以 像我們以前收拾這個 電視啊 或者是收音機 你這個天線要去對 要去對 就是讓那個天線 跟這個 讓我們接收天線 跟發出來的這個電磁波 它的偏正方向要一致 你才收得到 可是有時候啊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因為啊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有的情況之下 電磁波發生出來的這個 輻射 偏正方向都不知道 那你怎麼收它 對個半天 或者是說 它這個 輻射的天線啊 或者是說你天線 是一個 一個方向震動 某一個固定偏正 但是你這個 接收天線呢 裝在這個 人造衛星上面 或者是裝在一個 一個太空的載具上面 那人造衛星在跑啊 它那個天線不會 老是跟你這個偏正方向一致啊 那這個時候呢 這種天線 所放射出來的訊號啊 對於這些 這些人造衛星上的天線啊 或者是載具上的這個 接收天線啊 就不方便來接收 那麼所以呢 就是不方便接收了 還有就是 人造衛星 它是跟地面上 有溝通的 有這個 訊號來往 那這個訊號要 要穿過這個電離層 穿過電離層的時候 它情況很複雜 因為電離層啊 它裡頭的 電子密度啊 隨時都在改 隨時都在變 它跟太陽的位置 跟氣候 隨時都有關 隨時都在變 那麼 所以它所輻射出來的這個 電磁波道那裡頭 就不是一個各項均等性 不像一個均勻的這個 戒電子一樣 不像均勻的戒指一樣 所以 到那裡以後 電場呢 往往會改變它原來的方向 那麼改變的程度呢 就跟你電子密度啊 還有地球磁場的強度啊 這些訊號全部都在路徑都有關係 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你用這個直的天線 做接收天線呢 就沒有用 因為這個直線的天線呢 只能夠收 某一種偏正的訊號 我們就要用這個圓形的天線 圓形的天線 圓形的天線呢 就是說你的訊號 不管你是怎麼一個 偏正法 那麼我們圓形的這個天線 總是能夠接收到的 都能夠接收到 除非怎麼樣 除非你的偏正方向 跟這個圓的面垂直 那就沒有辦法接收到 要不然的話 你這個電場總是在圓 圓周的切線方向上面 還有就是 我們有時候用這個 兩根直天線 兩根直天線啊 它的做發射天線也好 或者接收天線也好 它們這兩根天線上面 所接收的訊號 正幅大小相等 相位差90度 因為它90度 它交叉成90度 好 這兩個波呢 你看正幅大小相等 有90度的相差 這就是一個什麼波 圓片正波 圓片正波 OK 所以我們可以用方向互相垂直 帶有90度相差電流的 兩個電偶級 構成一個發射天線 發射天線 這種合成的十字天線 稱為旋轉 炸門天線 OK 剛剛是說正幅大小相等 因為90度相差90度 所以它是圓片正 如果正幅大小不相等呢 那它就是橢圓片正 然後橢圓片正的波 兩個天線 比如說它這個 本來都是線性的片正 然後合成也會變成圓片正 圓片正波我們收到的話 也可以把它變成 變成兩個線性片正 圓片正波或者是橢圓片正波 都可以這樣子 那現在我們介紹一種叫螺旋天線 螺旋天線是由 把電線繞成螺旋轉 螺旋轉 然後 裝設在 地面上面 這個地面呢 我們講的 它這個基座是接地的 它這個是用一個 同軸的傳輸線 同軸的傳輸線 然後 這個地方是跟地面接觸 就是接地 電流是由同軸 電纜線 傳輸線 輸入的 好 根據螺旋大小的規格 螺旋天線有兩種不同的運作方式 當螺旋的大小規格 就是螺旋的大小 較小於運作頗長的時候 它的規格比波長小的時候 就好像什麼 好像這個 基本電偶級的模式 基本電偶級就是它本身短的不得了 它這個 輻射的這個 波長都比它大很多 所以 它這個模式呢 就像是基本 偶級天線 最大輻射出現的平面 垂直於螺旋軸 螺旋軸 螺旋軸 這種螺旋天線 稱為正常方式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就是它的軸 它所產生出來的坡 它是 我們剛剛講 最大輻射出現於 平面 垂直於 出現的平面 垂直於螺旋軸 這是螺旋軸 跟螺旋軸 垂直的平面 就是跟這個底面 平行的這個面上面 好 那麼 我們現在 從以下兩個假設 對螺旋天線正常發射方式 做大約的分析 我們以下只是做大約的分析 首先假設 螺旋天線可視為由基本電偶極子 與基本磁偶極子混合而成 26 像這個 你看 它這個就是一個基本的磁偶極子 然後這個 這個跟這個相連 天線它的投影就是直的 這個就是一個 基本的 電偶極子 天線 好 那麼 你看它 輻射最大的是在這個平面 這個平面就是跟這個軸 垂直的平面 你在畫一個圈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其次 就是螺旋天線上 各處的電流 它的大小跟相位都一樣 好 這是假設 假設有個N扎的螺旋天線 在原廠 它和結合這兩種天線 基本是 這兩個就是 基本偶極天線 跟基本磁偶極天線 這兩個 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以後呢 就是它原廠 就是這兩個天線的 核 兩個天線的核 向量核 那麼我們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 變成這個 這裡頭的S 是代表這個 B呢 是代表這個 A打B是這個 就是我們不去倒塌了 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會變成這個式 這還是向量 電廠的 θ與φ分量 在空間與時間 都有90度的相差 你看 這是基本電偶極 這個是基本磁偶極 這個 產生的電廠是θ方向 這個產生的方向是φ方向 差90度 90度 90度呢 結合以後啊 就成為一種 圓偏正 變成一種 圓偏正 因為它相差是90度 90度就看一個是有階 一個沒有階 一個有階 一個沒有階 OK 好 那麼像這樣的一個天線 我們就要看它的這個 天線的模式 天線的模式 最大輻射落在寬邊方向 就是這個 寬邊方向 因為這個就等於好像天線的排列一樣 寬邊的方向 然後 輻射模式 向內 直徑為0的甜甜圈 你看它是這樣子的 因為 甜甜圈是這兩個距離很遠 當中有個空 它這個沒有空 它就是這樣 你繞著這個Z軸 轉一圈 轉一圈 這個就是一個甜甜圈 甜甜圈 好 這種的輻射模式啊 效率很低 因為你看它的那個 寬邊的 而且 它的那個 主撲板那麼寬 所以它呢 低輻射效率 跟低的方向爭議 實際上很少被採用 當螺旋天線的周圍 以及圈與圈之間的距離 距離跟波長長度相當的時候 就這個距離跟這個距離 跟波長的長度 comparable的時候 天線的特性有很大的不同 輻射的主撲板 在端射的方向 你看 剛剛是講這個 很小 很小 可以當作這個 這個可以當作一個 Hertian Dipo這個DL來看 現在如果這個跟波長差不多 就不行啦 不是那種情況 我們現在不導出它的式子 只是看它的模式 天線的模式 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它的主撲板 是在端射方向 端射方向 這種天線稱為叫 軸向的模式 或者叫軸向模 Extro model 軸向螺旋天線 它的幾何形狀很難做理論分析 用邊界詞求解 分佈於螺旋上的電流的時候 這時候電流 我們只能用素質分析法 通常是假設 它是一種行進坡的方式 然後用實驗觀測輻射的模式 具體而言 這種軸向螺旋天線的輻射模式 就是在端射 端射的方向 有一個主撲板 跟有些許的一些旁撲板 這個是螺旋天線 螺旋天線的主撲板 它的輻射是橢圓偏正 它輻射出來的是一個橢圓偏正 它不是線偏正 橢圓偏正的長短軸比直 跟它的頻率跟各種螺旋的規格有關係 軸方向螺旋天線已經被 這個天線 人造衛星已經被人造衛星 或者太空的載具 跟地面的輻射站所採用 並且它的正列 應用於無線電望遠鏡基地 就是說這個 它有這個好處 因為它這個 不是線偏正 線偏正很麻煩 你這個天線 接收天線一定要跟它的偏正方向一致才能守得到 它是橢圓偏正 橢圓偏正我就可以用 兩根 兩根互相垂直的這個 直的這個導體 做成了天線來接收 都可以 底下我們介紹一個最常用的 叫做八目天線 八目天線 叫Yagi Uda Antena 我們常常看到我們在屋頂上接收天 接收這個電視 現在很少 以前沒有這個有線電視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天線 那就是八目天線 八目天線有幾根平行的直線天線 所組成 一個天線的正列 它那個有幾根直線 其中有一根 其中只有一根 它是被激發電源所驅動 這當然是指發射天線 如果是接收天線只有一根 它會收集各其他的根的這個信號 然後 收集起來以後 然後再來 傳到這個 我們 傳到我們這個機器的裡面 來接收它 這根 是主要會被激動 這根是有電源驅動的 其他的都是寄生性質 就是它不是主動 是一種被動的 並未直接接到電源上 接收訊號是八目天線 當電磁波撞擊到所有正列元素的時候 這是講吸收的 所有的 我們先看它的圖好了 是這個樣子 這一根是有電源的 這些都沒有電源 這些都沒有電源 當這個訊號撞擊到所有的這個 這個 元素的時候 接收訊號會集中到其中的一根 有元的元素上面 八目天線的 它的好處就是說 它潰入結構非常的簡單 你看 潰入的結構 它只有一根天線在那裡 這就是它比其他的 直線天線更為優越的主要原因 這是八目天線 好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 它是一個正列 然後元素二 就是元素一二三 它幾根都不一定了 這個IJKN 等等 元素二 是由激化電源所激動的 通常 調製共振态 它調整到這個共振态 用為半波長度的電凹機 它差不多是半波 半波電凹機 其他的元素 都是沒有直接接觸到電源 注意這是半波 我們前面講過半波電凹機 元素一為反射器 你的波從這裡傳的時候 它會反射回來 通常比驅動元素要稍微長一點 從元素三到N為導向器 就是把這個波導向某一種方向 比驅動元素要稍稍短一點 比稍稍短一點 因為所有的元素都是偶合 就是說它並不是獨立的 它們之間都有關係的 分布在各元素之電流與其他元素之長度及間隔有關 就是說它的電源 它的電流跟這些都有關 所以這個裡頭很有趣 這個八目天線我們用的很多 實驗證明用多個反射器的天線 它的爭議比用單一反射器的稍多一些 也就是說 你這個反射器有一個或者兩個三個 它說這個差不多多少 爭議呢差不了多少 所以你不要用太多 但是啊 增加導向元素的數量 卻可增進天線的方向性 方向性就是說它的這個主波伴 又要瘦瘦了 要瘦 八目天線屬端色正列 它是端色正列 它的這個主波伴是在這個排列的這個方向上面 其主波伴指向遠離反射器的方向 就是說它產生的主波伴是在這個方向 遠離它的方向 一個好的八目天線 怎麼叫做好 就是要有高方向性 狹窄的主波伴 低磅磅磅磅磅磅 它磅磅磅磅不能免 但是很低 還有 它這個 它這個 筆直啊 就是它這個 看看啊 主波伴磅磅磅磅磅 它前向跟後向的這個筆直啊 很大 就是後面的比較小 好 現在我們說 一個精心設計過的典型 六五元八目天線 它現在做一個例子喔 偶極的半徑 是這個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 這個半徑 這個半徑 是 波長的這麼多倍 相當於這個等於五 這個等於五 四個導向器呢 有均勻的間隔 這六個嘛 一個是反射器 一個是 有緣的 其他四個 四個導向器有均勻的間隔 其規格與模式 如這個表 比如說 這個是 就是 這個 就是六個 六個 元素 它的長度 2H就是它的長度 這個是 反射器 0.45個 等 元素間的間隔 這個跟這個間隔 是0.25 這個跟這個間隔 以及這個跟這個間隔 跟這個這個間隔 都是0.3個 他現在看它 產生的這個 天線模式 特性是怎樣 方向性 這是跟那個半偶級 直線天線相比較 它是7.54 差不多是8.77個dB 你看 半波偶級天線的方向性 只有多少 1.64 或者2.15 比這個7.54 差得多 其他的半功率平帶 只有45度 第一個 這個半波半 負7.2 比比 前後的比值 是9.52 好 我們把 這是前面的一個 六個這個 六個元素的這個 Yaki Antenna 它的這個數據 現在我們看看 它有一個最佳化的陣列 將等長的導向器 做均勻間隔的陣列 並不是最佳化的陣列 就是前面那個 並不是最佳化 用數值分析法 藉著調整 陣列元素之長度 及元素間之間隔 這個 這個很麻煩 這不是理論上可以得出來 同時 同時考慮元素之半徑 其相互偶合作用 發展出一種 有最大方向之八目 最大方向性的八目陣列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應用於 潛力之六元陣列 得以下的最佳化正面 它這個 A等於這個 我們現在看看 它的規格是這樣的 高度是這樣的 我們看看前面的高度 0.451 0.457 這不一樣 然後這個 間隔呢 一樣不一樣 0.310 也是不一樣 這個間隔都不一定 這個要去試 去試出來的 結果它的方向性 你看 13.36 前面只有7點多 變成13.36 而且平帶寬 37度 比45度還更小 那這個 這個更小了 這個也 也比較小 所以 Yagi Antenna 這個是最佳化的一種 Yagi Antenna 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MING A